我始終是一個寫作的人 寫文章的人 That's it 即是這麼多 所以如果真的要對付我的話 那我真的要對付言論自由 不要 我覺得是他們想做很久的事 不過可能和港澳辦和中聯辦換人 是有些關係 可能有關係 但也未必是 因為可能是來自北京的主意 因為那天都十幾二十萬人在街上行 他只是參與者 在中國人的觀念裡 是沒有 即是不覺得有自法這件事 不覺得每個人有自主意志 你一定有合望和黑手 這個時機就是他們認為 要壓制這個 要形成維持著以前的子暴祭團的思維 實際上 這個政府已經很難撐得住 他認為這是傳媒人 他認為這是他最大的幕後黑手 傳媒人 但如果你看去年的反送中 你覺得 我覺得就不是 我覺得 如果只是全香港的傳媒都 都是站在政府那邊 只是蘋果一份反對 一定搞不成 送中運動脫了 你唯一傳媒是有報導 才會其他 沒有角色 如果你說報導來說 可能很多人覺得 RTGK可能香港電台更厲害 或者 或者《立場新聞》每天的直播更厲害 即影響可能更大 這個 但是他們的觀念不是 他們覺得 你又給他們錢 那你又有錢 你有錢就是你有勢力 你又與美國有些聯繫 其實某種程度上已經意言入罪 某種程度上有些言論已經是禁區 比如說港獨 在很多報紙已經視為禁區 問題是看香港人的意志有多堅定 和國際社會有多大的支持 強權和我們反對和我們自由的鬥爭 根本就是百多年來都是這樣 我始終是一個寫作的人 寫文章的人 That's it 就是這麼多 所以如果真的要對付我的話 那我真的要對付言論自由 我以前脫離左派都是因為不想自己的自由意志被支配 我在1948年來香港 在中學讀完之後看出來做事 由那時到1967年的暴動之前 我都是左派機構 那時應該香港是沒有任何對香港本地的身份認同和歸屬感 香港人沒有政府都沒有 那時我既派左派 因為是祖國從抗戰以來 國共內戰和當時受教育 是愛國的 覺得香港始終要收回 到了六七年之後的暴動 對社會有很大的影響 廣營時代我們很安全 我覺得香港真的沒有恐懼的自由 不用怕 最多是失了份工 少了寫作的地盤 或者經濟上對你制裁 所以相對來說 和大陸那些幹部反白眼 就發抖 那些是不同的 我怕的 如果我在大陸一定不敢這麼寫 現在陳秋實去到武漢熱區 我做不到的 如果回歸之後 我香港是中國一部份 如果我可以隨著自己的心意 去寫自己想想的東西 而且有地方可以發表的話 那我當然做中國人 如果我是記者 採訪新聞 我採訪到的東西 能夠如實報道 不需要被扭曲 不需要左山右山 不需要變成一個 要政治正確的報道 我可以做到這樣的記者 我都是做中國人 因為我教書 可以憑我自己的學識去教 憑我的想法 和我的知識去教學生 而不是要聽從政治正確的觀念 去扭曲自己思想 我亦都願意做一個中國人 如果不可以這樣的時候 那我做個人 不做中國人 自從中國要收回香港之後 我們一直對這個地方不抱希望 就覺得是我沒有希望 不過年輕人這樣奮起 就在我在絕望當中看到一些希望 這個世界上的民主 沒有哪個地方的民主是自上而下 因賜給你的 所有民主都集中在本土的民主 沒有世界上沒有哪個民主 因為有更高的權力 賜給你 反送中 雖然什麼都未得到 但有些事情已經很清楚了 就是 所有在香港爭民主的人 現在都是本土意識 不論你曾經是大中華也好 曾經外國也好 曾經支持中國民主也好 什麼都好 現在大家都覺得 香港自主意識是最重要的 我們那時候去外國 人們都問你 我們都說 I am Hong Kong Chinese 現在沒有 I am Hong Kong 現在沒有人覺得自己是 Chinese I am Hong Kong Chinese 這件事 真的 我的形實 就算是藍絲 就算是那些 他去到外國人 你問他是香港人 中國人 我是香港人 一定不會說中國人 這個身份認同 亦都影響深遠 對香港影響深遠 反送中這件事 你看到一國兩制 基本上是破產 現在是一個 我 是一個不知道 對未來是一個不確定的時代 去年他們勇武 在前時 我當然是害怕 我當然是害怕 我是很擔心 這個人之常情 都有一個時刻 想去支持一下他們 想上去 站在他們前面 站在他們前面 這個是去年 我最大人生的覺悟 就發覺年輕人可以 不是勇氣的 簡單的 是一種犧牲的精神 原來是一種奉獻的精神 不是為自己 你是為未來 他們犧牲很大 很長遠的前途 還有就是那種智慧 亦都是 你都想像不到 各種 從開始文宣 到各大報登廣告 到一路 民間記者會 到那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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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個歌 整個表現出來的善良 又是那種智慧 是令我佩服的 是令我佩服的 在這首歌 是令我佩服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